两辆机车熟门熟路的从巷子骑到对象的住家门前 两个男子开心的在路旁聊天 但是聊没有多久又骑着车离开到附近的超商买烟 两个人看起来就像是认识很久的好朋友一样 白衣男子还帮着坐在机车上的骑士点烟 可是没有想到烟都还没有点着 骑士就伸手把右侧口袋里的钱迅速的拿走 而这个骑士里拿走的钱总共有900元的钞票 随后呢机车油门一吹就逃离了现场 而这名白衣男子随在后面不断的大喊要还钱 但是两个人怎么会闹翻 突然就上演了抢钱的骑马呢 原来这名白衣男子后来向警方表示 其实他们不太熟之前是国小的朋友 对方呢下午骑着车在新北山峡区市定前况 突然上前搭讪一开始说想要抽烟 所以两个人呢就先到了超商买烟 但是没有想到对方真正的目的 其实是他身上的现金 警方随后呢以车追人 一个小时在五公里外逮到人 而当时这名嫌犯还想要骑车逃跑 立刻遭到压制全案被印 抢夺最终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这首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